这世荒老人太惨了 在路边捡垃圾时 身后的女人完全无视他 直接就往他头上扔去垃圾 路过一户人家时 对方也把他当成空气 拿着喷水枪就往他身上射 而老人已经饿了好几天 当他经过摊饭时 对方锅产一会 里面一半的饭菜就给丢到地上 老人鸡肠碌碌望着地面 想吃 却又吃不到 这种感觉 又有谁经历过呢 且由于一次意外 老人被截去了右腿 只能依靠老旧的假之行走 每次出门是慌 都一瘸一拐地走着 也因为岁数已高 82岁的他 走没多久 腿就因为甲子的破酒 开始疼痛不已 而由于捡垃圾赚不了多少钱 就算卖命干了一星期 到头来全付身家 也只有五元钱 老人想着申请更换新的甲子 但员工看他一脸穷酸样 刚接到申请表 就放到后头的垃圾堆里 直接无视了老人的请求 腿痛是吧 给你一包纸痛药 回去好好歇歇吧 老人无奈 只因自己的底层身份 就要遭到这么不公吗 可即便如此 老人也没有抛弃自己的善心 哪怕身无分文 在遇到路边化缘的和尚时 他也会走上前 喊声佛祖保佑 便交出一块硬币过去 甚至是路过围满小孩的雪糕车时 老人见有个女孩没钱买雪糕 只能站在远处羡慕地看着小伙伴 他都会从仅剩的四块壁里 掏出两块交给女孩 这样一来 女孩也能和小伙伴一样 拿到属于他这个时刻的幸福 可就在女孩回家路上 他再次撞见了老人 他本想打招呼 却不料 出意外了 这石荒老人推着小车走在路上 只听一声喊叫 他就被人撞翻在地 甲子也随之掉落 此时一个包包掉在手边 老人瞬间明白了什么 立马就把包揣进怀里 劫匪剑撞 赶忙上去抢 看老人死活不撒手 更是一脚往头上踢去 旁边的女孩看着 都丝毫做不了什么 紧接着 同伙驱车赶来 却一咕噜撞断了甲子 而两劫匪剑警察就要追上 他们只好放下狠话 走着瞧吧 你这老不死的 说吧 两人就丢下老人 火速的驾车逃逸了 太可怜了 老人就这样死死抱着包包 他静静地躺在地上 旁边还散落着断裂的甲子 和飞出去的鞋子 没一会 周边的群众就赶了上来 哪只被偷包的大妈 竟以为老人是劫匪 沙沙比比地就让警察 将他抓了起来 就这样 老人被当成替罪羊 给关进了监狱 而当时目睹全程的女孩 她心底过意不去 迫切想要还老人一个公道 但又晓得她 又能做些什么呢 好在这时 女孩看到了电视上的投诉热线 她拿出兜里的一块硬币 那是当时老人给她钱买雪糕 所剩下来的 她无比激动 立马跑去电话亭 头下臂拨打热线 将事实真相全都说了出去 没多久 牢房大门就被打开 老人证明了自己的清白 她被推出警局 而在门口站着的 有诬陷过她的大妈 有不给她换甲织的女员工 老人终于换上了新的甲织 她开心极了 所有人都在对着她笑 似乎当初冤枉过她的种种 又再一次的不了了之 她缓缓转过头 那个女孩也守在了一旁 老人笑了 笑得无比灿烂 或许她明白 只有女孩才是真心对自己好的 爱算了算了 咱们看点喜剧开心下吧 这个救生员正在救人 一番人工呼吸下去 女人被成功就醒 却不料 而这个男人回过头 乖倒 这女孩卡哇一爹思念 男人鼓起勇气 我我我 我喜欢你 女孩瞬间愣住 她缓缓站起身 妈妈咪啊 一发入魂了 单身三十年 俺也有女友了吗 算了 看在这么可爱的份上 还是记 但看着对方这副面庞 也是真谛可爱啊 而且我喜欢她 她也喜欢我 可这口臭问题 又怎么说得出口啊 换做是谁都不敢吧 诺诺诺 这不就说出口了吗 还不信啊 再给你看多几个 只见这男的靠近女同事 伸手抓住对方 网打印机上案 再看看这个 男的嗨完歌 就把话筒递过机友 哪知对方一文话筒 所以说呢 你又怎么不能告诉女孩了 问得好 不是摄影师 而是口腔医生 要知道 口臭是由体内各种问题所造成 分别有晚睡 压力大和抵抗力差 导致口腔细菌增多 或者是胃气障造成的反胃 以及肠道问题 甚至是有肠癌 还有肺部问题 男人听后 内心五味沉杂 他无比纠结 但还是说了出口 所以为了你的健康 以上几点一定要好好避免 虽说晚睡是真低爽 但用刚当的话说 会挂彩搭 好了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 以上短片 皆为泰国广告 欢迎关注科幻战舰 我们下期再见